冬奥女子平衡幕决赛 中国队年仅16岁的小将管晨晨 完成难度6.6分的动作 以总分14.633 击败同胞选手和美国体操天后拜尔斯 拿下金牌 赛后她情绪激动到流下眼泪 赛场上冷静又充满杀气的管晨晨 私底下机灵又淘气受到欢迎 被体操队称为第一团宠 在体操队里 管晨晨人小鬼大 是队里绝对的气氛担当 和队友一起合影 别人都安安静静的就他戏最多 管晨晨圆都督的样子 外号又叫小包子 从小活泼好动 三岁被爸妈送去学拉丁舞 四岁学台拳 六岁接触体操 有一次家里玩什么呢 玩那个转爬 就这么打个洗脚盒 就把孩子放在里面转 有些小孩转了几圈以后站起来 站不住 他转了十几圈以后呢 站起来没事 然后我一下转了三百多圈 管晨晨小时候就展现运动天赋 十三岁被选进中国国家队 他说刚练体操的时候 都和队友坐在电视机前 看拜尔斯比赛 觉得他好厉害 这次知道东奥能碰面 最想和他比比看 谁身高比较高 第一次参赛奥运 就拿金牌 大陆许多企业纷纷表示 愿意送房送车当奖励 但赛后管晨晨说 自己最喜欢的只有杯子 稚气的回答 也让许多网友称赞他事 这次东奥中国队最可爱的选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小铃铛